我是林语 也是何家荣 1748集 其他黑衣人文生也立马被吸引了 朝着林语这边看了一眼 发现确实是何家荣之后顿时大喜不已 大部分的人皆都退出于百人图、奎木郎之间的战斗 转身坐视朝林语扑了过来 宛如恶极的狼群看到了猎物 林语面色淡然 未等先前的四名黑衣人冲过来 他率先脚下一灯 宛如鬼魅一般的骤然掠到四人面前 他这移动的速度太快 执经的一众做事要冲过来的黑衣人猛然的一顿 他们冲来的速度骤然放缓 在他们眼里 林语几乎是顺移到了那四名同伴的跟前 他们在行动之前就听闻林语的实力强悍无比 力量、速度以及悬术功力皆都是看成顶级 但饶是如此 他们也没有想到林语的速度竟然如此的迅捷 简直非人类啊 不过让他们更为震惊的是后面 林语冲到那四名黑衣人天前之后 四名黑衣人惊骇之余 立马用手中的短刀攻击林语 但是面对他们四人合力的攻击 林语显得游刃有余 脚步迅速扎实 灵活地闪躲着四人的攻势 以至于这四个人几乎连林语的衣服都碰不到 而林语闪动的身子 躲过这四人攻击之后 瞅准机会 未等站直 便身子一扭 蓄力掌心 自下而上狠狠地朝一名黑衣人 下额拍去 这一次 他仍旧是用出了刚才那种弃功掌法 不过 跟刚才不同的是 他没有喊口号 因为他这个扭曲的姿势 根本没有力气再去喊口号了 不过 他这一掌的掌力却丝毫未见 掌心都未碰到那黑衣人的下额 巨大的冲击力 便直接将黑衣人的下额积得粉碎 整个嘴巴都凹陷到脑袋中 宛如一个被自下而上拍扁的一拉罐 随后 这名黑衣人身子一个猎切倒在地上 便没有了声息 我的天 他 他是怎么做到的 远处刚好借助角度看到这一幕的黑衣人 简直如灶雷击一般 只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 围攻林雨的三名黑衣人 因为忙于施展招数 所以并没有看清楚刚才的那一幕 仍旧是亲尽全力地发动着攻势 想要尽快地将林雨斩杀 在击毙了一名黑衣人之后 林雨瞬间感觉到压力削减了许多 随后 他躲开了左边一名黑衣人砍来的刀刃之后 身子一弯 右手鹰转般地探出去 一把抓住了一名黑衣人的脚踝 他猛地一掀 直接将着黑衣人的身子掀翻在地 头上脚下 拽了起来 而这个黑衣人身子翻转过来的同时 林雨的左手猛然惯例 狠狠一掌 拍了下去 使用的仍然是那气功类的掌法 瞄准的正是那黑衣人的头部 在他掌心距离黑衣人头部 还有二十公分的时候 黑衣人的鼻子和脸颊骨 仿佛瞬间遭受了巨大的空气波冲击 猛地便往里一线 两只眼睛被突然间传来的巨大压力 压迫得瞬间爆裂而出 血肉似箭 宛如两颗被生生挤爆的鸡蛋 因为这次距离稍远一些 所以所拍出的威力 甚至比先前两掌要逊色一些 但是因为击打的位置比较精妙 直接导致那名黑衣人双眼爆裂 所以效果是更为惊人的 而且林雨把那黑衣人头上脚下拎起来 再施展这一仗 也是为了让周围一众黑衣人能够仔细地瞧清楚 现在对方人多是重 若想以最小的代价解决掉这帮人 还应该跟先前那样 用这种看似惊人的长法唬住他们 把他们的内心恐惧给抠出来 以让他们不战先切 林雨这一掌的效果也着实劲爆 在场的绝大多数黑衣人都看到了林雨的这一掌 直接爆发出了一阵畏惧不已的惊呼 跟方才死去的那批黑衣人一样 同样几乎被这种邪门功夫给吓破了胆 刚才跟林雨叫嚣的屈尔南 看到这一幕 也是同样震惊地张大了嘴巴 不过很快 他便皱着眉头 仔细地思索起来 轻声念叨着 他竟然会骑宫里的功法 剩下的两名围攻林雨的黑衣人亲眼 看到了自己同伴惨死在自己眼前 而且他们的裤子和鞋子上 还溅有同伴的鲜血 惊恐之情更是无以复加了 腿肚子都在打哆嗦 所以他们对林雨的攻势 猛然间便停了下来 其中一人率先反应过来 二话没说 转头就跑 另外一个人健壮 也是神色大变 后知后觉的 同样转身要跑 但是未等他们完全转过身 林雨铁钳一弯的手 便狠狠地捏住他们肩胛骨 随后林雨运足了掌力 狠狠地拍向他们的脑子 脑袋掌心未到 那名黑衣人脑袋便是往回一凹 接着一头再倒在地 没了生气 跑快跑 这角度不是人 在场的一众黑衣人 跟方才他们那些死去的同伴 一样 直接被吓得丧失了战斗力 惊慌无比 左右张望 想要寻找出口逃走 林雨见状 心里头长出口气 知道只要将这帮人的意志先摧毁 那一切都好办了 百人图和奎木郎两个人也没有错过这个好机会 利用这些黑衣人内心的恐惧 对这些黑衣人追砍起来 Everybody都别怕 别怕 他这不过是在虚张身世 就在这个时候 人群中突然 响起了一个洪亮的声音 只听见 去耳南不知何时站到了大厅前侧的大理石前台 朝着众人高喊 何家人使用的这种张法 是一种气功类张法 这种张法要是炼车 可以做到十米外取人性命 不过 他明显还差得远呢 只能隔着十几二十公分打出张力 所以 他根本就没有炼成 不过是在用个花架子 虚张声势地欺骗我们罢了 Everybody 大家千万别上当 屈尔南的这番话精准无比 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玄机 让林宇费尽心力 刚刚建立起的巨大心理优势 瞬间荡然无存 可见 身为这次行动的小头目 这个家伙果然能力出众见识非凡 对气功类的功法十分了解 所以林宇刚才这一套操作 虽然震慑住了这些黑衣人 但是却没有糊弄住这个屈尔南 听到这家伙的这话 一种慌断的黑衣人猛然一争 他们顿时感觉到醍醐灌顶一般 互相看了一眼 脸上的惊慌之情 削减了几分 镇定了许多 似乎已经回过味儿来 是啊 虽然林宇的这套掌法 看起来非常吓人 而且威力巨大 但是每次打击的距离 也不过就是 十几公分到二十几公分之间 这跟手掌贴到皮肉上 也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啊 想通了这一点 一众黑衣人内心的惊恐之情 瞬间烟消云散了 神情一宁 望向林宇的眼中 再次浮现出了一股杀意 甚至是恨意 林宇听到屈尔南这番话之后 也是大感意外 显然没想到 这个家伙对气功类的功法 竟然如此了解 竟能一针剑血地 看穿他的用意 让他所做的努力 全部付出东流 该死 林宇一时间火冒三丈 想直接手撕了屈尔南 怒骂一声 身子骤然间 便冲了出去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